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众所周知 汽车的驱动性是有前驱 后驱和四驱三种 一说到操作优良 很多老司机都会推荐后驱 前驱虽然结构简单 造假便宜 但容易头中尾轻 汽车稳定性不足 而后驱前后比重平衡 车身的平衡性和稳定性 很好操控 性能优良 所以很多汽车都采用后驱 这么一笔前驱基本没什么优点 那么前驱真的不如后驱吗 其实不然 后驱的问题也很多 比如乘坐空间小 船地效率低 雨雪天容易出现甩尾事故 所以号称打死不用前驱的宝马车 就曾在旗下车上偷偷用了前驱 2004年 我国以纯进口的方式 映入了第五代GIT 当时售价超过40万元 令人杂舌 而10年后的今天 我们仅用一半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国产大众小钢炮 高尔夫GTI 说到这款小钢炮 它可是被称为国产前驱王 在低速驾驶时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甚至还会让人产生动力不足的错觉 可一旦速度上去 就会像笼子里的猛兽一样 不可阻挡 底盘看似前驱 转向不足 实则极限很高 挂入S档 车子又快又混 让你体验一把飞的感觉 忘记自己在飙车 无论你是老司机 还是刚好拿到驾驶证的新手 坐进驾驶室都没什么区别 再猜的驾驶技术也无妨 小钢炮会让你体验一把做高手的感觉 只要你不是笨的 无可救药 小钢炮的出现 再一次让前轮驱动得到重用 顺便还能让我们安全的飙车 舔一把飞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